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宝 你去看看那是什么 小宝 你看 这像不像妈妈昨天给你讲的童话故事里的小房子呀 好香啊 小宝 走 我们去洗手 洗完手就过来吃饭吧 这个好啊 这是你新换的桌子啊 你不是说了吗 家有家的感觉 吃饭不仅仅是摄取食物 更是家人之间交流的机会 圆桌比长桌更能拉近我们的距离 走吧 等一下 小宝 你看这几个椅子你喜欢哪个颜色 赶紧选一个 然后贴上你的小贴纸 粘座 那个 这个桌子是我洗 洗什么洗 没关系 没关系 家具就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家具就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来 这位饭饭喽 喜欢吃哪个菜 我给你夹 自己吃啊 自己吃啊 奖励 我们三个一起吃啊 来 你看 铅笔和橡皮擦 我都给你准备了很多吃 到时候如果有别的小朋友没带 你要记得跟别人分享 铅笔和橡皮擦 我都会给你放到侧边口来 零琴和橡皮擦 说吧 来 再来 我们小宝终于可以上学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进行下一校 包树皮 你知道吗 小时候呀 我最期待的 就是开学前的包树皮 一般都是爸爸给我包的 这才是 开学应该有的仪式感 好看吗 我在给你的脸上 贴个什么东西好不好 这才是开学的仪式感 打扰一下两位 一款伟大的刺史弹发明 儿童智能书包的出样品 结合了我次最新的技术 可以全面应对小宝 上学期间遇到的 各种突发状况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小宝看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左侧有一个一键求救的按钮 当你按下去 它就会发出警告声 中间摄像头 右侧 侧距1 这得多沉哪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 全新轻量化的设计 符合人体的力学 可以抵抗五百度的高温 以及二十米的水深 知道的是去上学 不知道的 还以为要上战场呢 还有 内置GPS导航定位 以及人脸识别防走丢 数据可以实施同步到 家长手机的应用程序里面 那它会自己走路吗 有移动的需求吗 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干脆载个机器人 陪读呢 似乎有一些道理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安排专门的陪读人员 喜欢吗 来 你过来 你就省点心吧 这学校里都是和小宝一样的 同龄小孩 老师和后勤全天都在 你这样搞特殊化 他还怎么融入到新环境里啊 小宝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我必须要确保他万无一失 另外 这是他第一次 独自面对陌生的集体环境 我必须要对这个未知的环境 进行全面的评估和防范 你想想 一个班里有二十个孩子 另外的十几个小朋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会不会伤害到他 教室的设施 学校的活动是不是安全 这些我都一概不知 大初 你想让小宝 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孩 前提是 你要学会 怎么做一个正常的家长 那你的意思 我不正常 你是老板 我怎么敢说你不正常呢 只是我觉得 你确实在某些方面 有点过于的 非凡出城 像我这么平凡 卑微且渺小的小美女 确实理解不了的 告辞 小宝 我来陪你啊 所以到底有没有移动的需求 我去改一下 小宝 你爸爸疯了 来 早餐好 早餐好 小宝 小宝 我们一起来吧 拜拜 拜拜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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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去上学 爸爸跟妈妈 到时会来接你放学的 好吗 我今天下午还有一个会儿 当然也可以取消 小宝 我跟你妈咪下午会来接你放学 小宝 嗯 没事啊 我们的小宝不要害怕 这个手帕呢 妈妈给你放在书包侧面 妈妈会一直配着你的 好不好 好 其实也不是废去不可 来 亲亲爸爸 走 宝贝拜拜 好好上课啊 老师早上好 你好 走 走 可以用亲亲接力的方式道别哦 小宝亲亲爸爸 爸爸在亲妈妈 妈妈在亲小宝 这样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呀 你这个小怀蛋 齐哄这种事儿 你倒是起劲儿的很 现在轮到妈妈 再把亲亲传递给爸爸 父母这良好的互动 也是建计给孩子安全感 不可能吗 这也不是我想的 小宝想的 嗯 配合一下 进个位 嗯 嗯 进去不进去 几位 你是小耻吗 配合你又走 小宝 新郎 清清了 好了 我还有回 笨蛋 小宝 你爸爸是个大笨蛋 我们让他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明天再继续好吗 嗯 小宝 李悦 喂 师兄 早啊 小宝 您跟宁放哥哥一起去上学好不好 要不然你跟着一起进去吧 我可以吗 没关系的 我跟他们说一声 你就当做我的临时助理 我带你进去 那太好了 谢谢你啊 走吧小宝 妈妈陪你进去 小心 小心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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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一下 不过 那个地方好像不太适合开会吧 我不管那是什么地方 好 那里就是今天立会的地点 大姐 慢点慢点 不好意思啊 今天委屈大家了 小贺总第一天上学 贺总有点不太放心 所以今天我们的会 我可没不发现 是是是是 我这叫做公司立会和团建相合并 好一个团建吃螺蛇粉的 是 顺便我们来测试一下 义安供应商最新一批的 万一净治 小贺的情况看起来很正常 情绪很稳定 环境也很安全 没什么异常 这家伙怎么也在 杰森不是一直在市场部吗 赫统您对杰森有什么意见吗 再动一下试试 老师讲课他也不听 一直在那儿玩手帕 没事 我们学校的龙是很专业的 马上小保有习惯了 嗯 小心 喂 挂了 想想待会去哪儿吧 天气这么好 天气这么好 要不我们跟小保 打会儿篮球怎么样 打来个挂打来个挂的 怎么这么烦 谁啊 没事 来 喂 你这是首席主席 今天打来一电话呢吗 有话快说 老师的信号不太好 七号桌牛奶粉一份 我加酸笋 你这是上班时间 跑去吃粉了 有什么事吗 早点回家 我答应小保 放学后跟宁芳一起打篮球 可以吗 家里出事了 家里能出什么事啊 大事 出什么事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有司机借你 喂 怎么了 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这个贺小远真是 快快快小宝 赶紧办不出事了 出大事了 快 回来了 不是说有急事吗 小宝 你先回屋 妈妈跟爸爸 有两句话要说 去吧 去吧 出什么大事了 我肚子有点疯了 你说什么 你给小宝做的海鲜面味道还不错 我想尝尝 好 这就是你说的大事了 这事还不够大吗 我肚子饿的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不能正常工作 合适就没办法正常的印象 合适的股价会下跌 员工的收入会受到影响 股民的资产就会缩少 停 还先面试吧 我这就去给你做 你如果要是吃不完的话 你就真的出大事了 我跟你讲 我点的可是海鲜面 没错 鲜虾鱼板面 你要是觉得不够海鲜的话 那我再给你加点料 好 很良心了 你看 你是觉得你以前 没见过方便面是吗 你到底吃不吃 这里面有一半的食品添加剂 你自己点的面 你哭着也得吃完 有型提示 刚租好的面如果不吃的话 十五分钟就会脱掉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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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总 有事啊 乔宴在吗 乔宴在厨房 你呢 你好 师傅走了 快走 你忙了 你面要脱了 突然觉得不温了 王爷 大姑 你怎么 大姑 大姑 这是雨月 还是我妻子 大姑 我好 大姑 您这次回来怎么没提前告诉我 这个人 真的是你妻子 当然是我妻子 只不过我们两个人都很低调 所以就没办婚礼 家里是什么情况 做什么工作的 他父母 是普通职工 以约是一名儿童心理医生 在雅德医院工作 为什么选择他 因为他很好 最重要的一点 小宝很喜欢他 区区的一个小心理医生 他好在哪儿 他 很特别 是独一无二的 小子也一定贴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的妻子 不仅仅是你的妻子 她还是贺氏的女主 她担得起吗 贺氏的女主人怎么了 那有个欠金啊 还怕我担不起啊 欠这么多坏 肯定是不可自由 我去看看小宝了 好 去冰箱里 找冰块还在这里 快去 好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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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不喜欢爸爸给你找的新妈咪啊 帮助影子 小宝 大宝 你爽 très好啊 我们就是合约关系啊 你不了解大公 他从来不做成功率低于 百分之七十五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很看重我们的配偶兰 你的配偶兰怎么了 又不是金矿 比金矿还值钱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什么呀 收出你的金矿 大公已经对我们的婚姻 产生了怀疑 你要想想办法 打消他的依略 否则的话 我们俩要是被揭穿了 你是要赔偿违约金的 老板 我能想什么办法呀 疼不疼啊 让你小心一点 看 怎么不小心 老公 吹吹吹吹 只要做一些这种 让他看起来 很甜蜜的事情就好了 你之前可没跟我说 家里会有一台人性监控 随时看着我们 大公平时住在老宅 我常来 我这记了个什么活儿啊 小宝 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啊 小宝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啊 上菜了 秦氏出品 味道绝顶 妈咪 大姑应该还不知道 小宝已经看着上学了吧 这都是以悦的功劳 没有 主要是小宝勇敢 而且后 桥宴也配合 小宝饿坏了吧 妈咪做了你最爱吃的鸡翅 我们开动吧 好 大姑 你尝尝我的拿手菜 刘婶 拿双空筷 给秦医生 好 给我吗 小宝也想吃啊 拿饼给你加 我也要 拿饼给你加 我先回去了 大姑 我送送您 你先吃 小宝 你也不敢吃 对不对 终于可以吃饭了 老板 都先吃饭了 我没有听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